好 接着 快点 快 快點, 往上嬌, 快點 那邊嬌上 快點, 快點 來, 團長, 咱們在裡面 走 小輝, 你讓我說什麼好呢 孫常偉是你的哥哥, 他也是我的侄子 我能不希望他好嗎 這不要說他救過我的命 就算他沒有救過我的命 我也是希望他上進 也希望他能為未來的新中國 做一點有益的事 你看, 對舊的司法系統 要盡快地進行改造 你們軍政訓練班上的一些思想進步的 年輕的法律工作者 大都要派到各級人民法院做人民審判員 可像孫成偉這個樣子的能做人民審判員嗎 把新中國的司法權交給這種人 我們能放心嗎 小輝, 我們現在能夠把孫成偉的面目搞清楚 不讓他混到革命隊伍中來 這就是最大的外星 六叔, 可他畢竟是我哥 畢竟還有革命願望 你能不能再給他一次機會呢 他做過多年的律師 不但救過你, 還為社工案辯護過呢 他可以幫你的媽媽做點小生意嗎 小輝, 我跟你說起心裡話 像孫成偉這樣的歷史複雜 和現在的這種思想狀況 我勸他最好是安分守己 這樣既不害人也不害敵 更不會給革命造成損失 這麼嚴重啊 我哥會危害革命 六叔, 您是知道我們一家可都是城市貧民 你們一家是城市貧民 可並不等於他是城市貧民 他可不貧 他靠陳家的經濟支持上了大學當了律師 當然了, 他過去也做過一些好事 可是也沾上了很多舊社會的舊習性壞毛病 他的那一套和我們的新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把那邊也點上 不許動 不許動 拿著 你怎麼辦呢 你怎麼不停住啊 你去啊 趙團長 你組織些人 準備救火 他跑不了 快去 你還到這兒來幹什麼 留點力氣逛窯子去 逛窯子有什麼 過去又不是沒逛過 你吃什麼醋 我又不是你明媚正娶的老婆 我能吃什麼醋 你也想甩我 你忘了當年砸園子的事了 你也這麼沒良心 你有良心嗎 這麼多年了 你是怎麼對我的 你連逛窯子都不瞞著我 還那麼理直氣壯 你把我當成什麼人了 老四 你別這麼說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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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了 你們聽說過 全是靖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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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虧沒讓我碰上 快 你比他們有味兒 你真混蛋 快走 快走 快日照 Auf 老實點 是你呀 跟我客戶連自己家公司都燒 我後悔我燒完了我收池了 帶走 走 快走 快去找水 快 那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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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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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九輝 你回去以後告訴孫成衛 只要他以後認真地改造思想 堂堂正正地做人 為新中國做些有益的事 能幫他的事我盡量去幫他 行 六叔 這話我一定帶到 小輝 和六叔說說集訓之後你打算做什麼工作 爭取當個好兵吧 當個什麼樣的好兵 六叔 這個我還沒想過 我來給你提個建議 去當我們部隊的文化教員吧 就叫劉團長和趙副團長他們學文化 劉團長趙副團長他們都是文盲 是啊 那個時候是戰爭年代 沒有時間學習 六叔 我能教劉團長和趙副團長他們嗎 當然可以 你教他們學文化 他們也可以多教你一些革命道理 這樣你們兩方面都進步得很快 六叔 我聽你的 好 就這樣 報告 什麼事 陳夢蓉抓住了 好 你先回去吧 我還有點事 再見 六叔 怎麼樣 報告 孫政委來了 政委 火已經撲滅 特務分子全部押回軍管會 小老闆 你來看看 這就是陳夢蓉給我們的禮物 一把火燒掉了很多貨物 也燒傷了我們幾個戰士 所以我知道你在借大言 但是還要請你過來看看 沒想到沒想到 我以為陳夢蓉就是說說的 那些什麼事 你誰想到他真的放火燒 政委 陳老闆 你看看 幸虧我們搶救及時 要不然就燒到店面了 陸團長 謝謝您 謝謝弟兄們 謝謝 可是 不管怎麼樣 歷史都要前進 新中國都要建立 這是陳夢蓉和他的委員長 阻擋不了的 那是 對 劉團長 招呼團長 我要好好的獎勵你們 政委 獎勵我們什麼 肯定不是華盛老九 是啊 肯定不是華盛老九 我準備讓你們第一批去學文化 將文化進軍 掃盲 掃盲 陳英華 引命登國會 我們就這樣進入了新中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宣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十月一日 首都三十萬軍民齊集天安門廣場 舉行開國大帝 第二天 我在軍政訓練班學習結束 被分配到文化速成學校 用文化教育 好 趙副團長 我再交給你一個任務 你給我看好劉團長 只要他在上課時打瞌睡 你就給我好好的吹著 是 政委 你就不怕他跟我一塊打瞌睡 去 在學習文化這個問題上 我信得過趙副團長 我信不過你 六叔 你們的老師來了 快去贏一下 要先留一個好印象 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六叔 好 劉團長 給我吧 政委 我們進去了 敬禮 再見 同志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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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我和這個未來要做我丈夫的劉存毅是前世有緣 第一次找六叔見到了他 到校第一天又見到了他 分班時他竟分到了我的班上 不過那時候劉存毅對我可是一點熱乎勁都沒有 倒是趙青波副團長老衝我笑 幫我幹這幹那 我來我來我來 你什麼 陳偉同志 你客氣什麼 我和劉存毅團長都是你六叔的老部下 我們三個人 槍林彈椅一起鑽過來的 如今你又是我們的文化教員 你們都是年輕的老革命了 可我剛參加革命 陳偉同志 革命不分先後 要說我們倆是年輕的老革命的話 那你就是年輕的大知識分子了 我算什麼大知識分子 頂多也就是個高中生 陳偉同志 其實我和劉團長也不是什麼老革命 我們倆都是四四年參加革命的 打小日本只是趕上個小椅子 政委 你倒是給我個說法 我 劉存毅同志 我看你這個要求是沒有道理的 你入校前這班就編好了 咋能說吊就吊呢 再說了 你為啥一定要吊呢 來 您吃花生 吃什麼花生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你說吧 政委 教我們的老師是個小姑娘 我還認識 小姑娘 齊校長 咱們文化俗成學校有小姑娘嗎 沒有小姑娘 只有教員和學員 你怎麼回事呢 劉存毅同志 我告訴你 不要怕丟面子 不摘掉文盲的帽子 你不但要丟面子 連李子都保不住了 你那團長是當不下去的 陳偉同志 在我們解放軍的隊伍裡 講的是官兵平等 上下級平等 尤其是在學文化這一點上 我們無論是團職幹部還是營職幹部 都要服從你這個心病 不 得服從你這個老師的命令 這一點是絕不能含糊的 我們孫政委反复和我們交代 我們上課的時候一定要遵守課堂紀律 不准打瞌睡 要聽老師的話 劉團長 小慧 你說這是咋說的 那到最後我還真跟你學上文化了 你不想跟我學 可以跟別的老師學嗎 不 還是跟你學比較好 可不是嗎? 有這麼漂亮的女老師教 當然好了 是 趙副團長 先別說了 你去打點開水來 去吧 是 你不是不認識我嗎? 還來找我幹啥? 小慧 你看 還當真了 我這不是來跟你賠不是了嗎? 劉團長 說真的 我心裡也怕 你們這些學員歲數都比我大 又都是大幹部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教你們 更何況我從來沒有教過課 別怕 該怕的應該是我們才對 我們要是學不好文化 回去沒法交差 所以我們應該互相幫助才對 打打掩護 劉團長 你從思想上 就沒有端正學文化的態度 端正了 早就端正了 不是吧 我是說 咱們應該訂個秘密協定 我在學校的情況 你別告訴你劉叔 我也絕不虧待你 我請你吃花生 帶你去打槍 劉團長 要真這樣的話 我不就喪失革命原則性了嗎? 對 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革命的原則性 特別是對趙副團長 更要嚴格的要求 趙副團長 不是我批評你 你呢 一見到咱們孫老師 別的沒發現 結果發現孫老師漂亮 你這是什麼問題 咱們孫老師講原則的優點 那還是我親自發現的 去那邊看看 你要急著 行 二少爺 二少爺 這肯定是誤會 誤會啊 您說看 我能坑您嗎 我能坑老冬家嗎 轉點貨出去 那的確是老冬家的意思 當時 我 我也不能怪您 這大爺哪 這害死人哪 您這個大爺是稀糊塗了 誤會了我 把我給趕出去了 您說這能是您的錯嗎 不是 這都是大爺的錯嗎 我說你還有完沒完 你以為我還是過去那個陳狗熊 還那麼好騙 不是 我告訴你 過去那些個事我心裡都有數 沒有共產黨 你們早把我的大城公司偷光了 你們偷了不止這一回 二少爺 誤會深了不是 你想想看 您把店都給變成戲圓了 那賊他能不來偷嗎 那天晚上 咱們盤完了點 我不就向您 比報了嗎 你 去 把他給我轟出去 出去 好 好 陳夢熊 我丁某辛辛苦苦跟著老東家幹了二十年了 你 沒想到你竟敢這麼對付我 那你想怎麼著 有你的好看 你給我等著 瞧什麼呀 宋主任 宋主任 您怎麼有空來啊 李先生 我奉勸你啊還是老實一點 是是是 不要在小老闆身上再打什麼 我告訴你 打成國貨公司把你辭退 那是我提議的 是是是 你有膽量 你就坐出來 讓我們看看 不敢 不敢 司律人 告辭 看這個 你看這個怎麼樣 不錯嗎 滿面紅光的 我聽說剛戒嚴那枕子 你鬧得挺兇 要死要活的 還罵了我 是嗎 慚愧 這實在慚愧 知道慚愧就好 日後好好幹 把達成國貨公司辦大辦好 讓你在香港的父親來看一看 你這個陳孟雄不是個廢物 而是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四路人 您不知道 我爹他還是不相信我 也不相信咱們共產黨 我跟他說我哥放火 解放軍來救火 他死活也不信 這不前兩天來信 還要我去香港 那麼你認為該怎麼辦 我才不走 我在信裡跟我爹說了 共產黨沒供咱的產 人家真正保護民族資本 咱們大成公司發大財的日子 還在後頭呢 你說得對 就現階段的情況來看 像你們大成公司這種民族資本 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了 我們共產黨的政策 不是要共產 而是要扶持 現在我們還處在新民主主義時期 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那是將來的事嗎 孫主任 我爹他來信 他還是問我哥哥的事 是啊 我今天來就是想跟你談談你哥哥的事 陳孟龍他和你和你父親 那都不是一回事 他對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 據我們所知 由他指使被迫害的共產黨人和民主愛國人士 有四人之多 這在歷史上是有據可查的 北平和平解放以後 他又奉國民黨反動派的指使 四處搞破壞 擾亂治安 連你們大成公司他都不放過 對 更嚴重的是 他到今天為止 他還沒有悔罪的表現 一心想為蔣家王朝尋葬 陳老闆 你說說看 對待這種人 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怎麼辦 這 要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對這種反動分子 如果我們講仁慈 那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陳掌櫃的 對這個問題 你應該有個清楚的認識 孫主任 您看我勸勸他行嗎 完全可以 不過說真的 像他這種頑固分子 那麼死硬 真是少見 那要是 要是陳孟隆毀罪了 共產黨還能給他一套生路嗎 我想應該是可以的吧 那些賦於頑抗的天津的陳長傑 杜劍實 我們抓到以後 不是也沒殺嗎 還有比陳孟隆罪行更嚴重的一些特務頭子 不是也沒殺嗎 今天開課前我強調一點 要尊重你們的孫老師 尊重文化知識 你們當中有一位同志很成問題 竟跑去找我要調班 說因為交談的是一位小姑娘 讓她大丟了面子 我對這位同志說 沒有文化知識才丟面子 而且連李子都得丟掉了 好了同志們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孫成慧老師 給大家上第一課 首長們 孫成慧同志 你怎麼又完了 課堂上沒有首長 只有同志們 同志們 請打開文化速成課本第一頁 來 熱情速度不會也不容易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 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 下課 請 請 這個字吧 陳偉同志 天挺熱的 擦碎汗吧 謝謝你 這天可真熱 是 就是太熱了 這不算熱 這是因為你太緊張了 來 吃點花生補補腦子 給照副團長 你說咱們孫老師也怪不容易的 這小可憐樣 連便收上都是汗 這不是兩下裡會受罪嗎 孫老師 孫老師 他這是怎麼了 怎麼了 你怎麼說話 你也不想想 什麼小可憐 人家孫老師 人家孫老師頭一天給咱們上課 有點緊張 那是正常的 要你可憐人家什麼 瞧 把人家氣跑了吧 劉副團長 你是一點也不懂女同志的心 趙副團長 你怎麼滿腦子小自然這句情調 大衛 你別多說了 我算是看開了 你也別說謝我 當年 你任我做乾娘 我是真心幫你的 也許 我前世欠了你的 今生 躲不掉 所以啊月文 你還得再幫我一把 你走開 我渾身骨頭疼 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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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乾娘嗎 那會兒那麼困難你都幫我 這會兒你倒不願意理我了 不管怎麼說 大城郭河公司也有你一份 你跟他說說讓我做個协理 他能不答應嗎 要說你去說 我不說 我和你 算是兩親了 月文 你還真生我氣了 我不是給你賠罪了嗎 再說了 咱倆誰跟誰啊 這老話說得好啊 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真的跟我恩義兩斷 你和我有個恩義嗎 你要是 你要是不被共產黨開除出來 你會到我這兒來賠罪嗎 你還在會認我嗎 你還是去找你的六叔 幹你的革命去吧 我倒是 月文 我倒真想跟六叔去幹革命 可那革命他不要我呀 月文 你就真忍心 你忍心讓我走嗎 月文 你讓我走投無路 那你為什麼不回天津 再做你的律師呢 我哪敢再回天津 不 街坊前我在天津 惹的麻煩 那不是一件兩件 大偉呀大偉 你讓我說你什麼好啊 哥 你看 咱倆可算有空坐下來 好好聊聊了 弄雄 是共產黨派你來的 不是 是我自己個兒想來看看你 我有什麼好看的 老的共產黨的手裡 我就沒想著再活著出去 哥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得把好處想 首先呢 你得認罪伏法 你要不認罪伏法 恐怕呀 這事就不好辦了 這聽你的口氣 是不是 是不是被共產黨的迷魂堂 給灌糊塗了 哥 這共產黨給我灌了什麼迷魂堂 你派幾個特務分子把咱們大成國貨公司都給燒了 人家去救火 還燒傷了四個弟兄 就衝著這一條 我就不能不認這共產黨 共產黨救了我 也救了咱們大成國貨公司 沒有共產黨 就算你不放火 大成國貨公司也得被我換煙炮給抽掉 被人給偷光了 哥 哥 你就 你就聽我仔細跟你說說行嗎 大衛 我答應你 你要什麼都行 我知道你會答應的 我知道 大衛 大衛 說真的 要是沒有你 我這輩子就算白火了 月門聽我說 沒有你我也上不了大學 當不了律師 大衛 我想知道這麼多年了 你對我可有一點真心 總有真心吧 那好 我今天讓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說吧 和我結婚 你開什麼玩笑啊 你比我大十歲 又是陳夢熊三娘 咱們要結婚 還不讓人笑死了 再說了 誰不知道你是我乾娘 大衛 我可不是開玩笑 我是認真的 如今解放了 我也想堂堂真正的做一回人 這件事我和夢熊商量過了 夢熊說 我是應該離開他老爹 見個自己的家了 陳夢熊這是想坑我 他想甩你你不知道 那天我們倆在樓下說話 你不是聽見了嗎 你不是還罵他了嗎 過去他是想甩我 可是現在不是了 他被共產黨教育好了 像變了個人似的 他和我說了 我嫁什麼人都行 他都理解 他都支持 可是我這 人家柳如花還纏著我 你怎麼看呢 大衛 是柳如花纏你 還是你纏著柳如花 你不提倒也罷了 提了就讓我傷心 早前我對你那麼好 從老頭子那弄來的私捧錢 全都貼補你了 可是你拿著它去捧柳如花 還去逛窯子 大衛啊 你可真像戲文裡唱的 一棵樹東西白 見了姑娘個個兒愛 冤家冤家哪有良心在 岳文 說心裡話 你對我的好 我一生一世忘不了 我那時候也是少不經事啊 再說 再說你也沒攔過我呀 我那個時候敢攔你嗎 我就怕你再也不回來找我了 還怕被孟雄的爹發現 把我從這兒趕走 現在好了 解放了 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 你就跟我結婚吧 結了婚 分割下來的大成股份全都歸你 咱就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裡 好好過幾天好日子 這你還是讓我想想 讓我想想吧 好啊 你就好好想想吧 想想 我和柳如花 誰對你是真心的 柳如花可不是當年了 現在是紅卷了 聽說要搞劇團自己當團長 她還能看上你嗎 你呀好好想想吧 孟雄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 可這些與我無關 這怎麼會和你無關呢 孫主任說了 共產黨對民族資本要扶持 它還希望我呀 把那買賣做得更大 我還盼望著你日後能夠出來 和我一塊做買賣呢 兄弟 你代我謝謝孫主任 哥 就是孫主任 希望你能夠 算清自己的反動罪行啊 孫主任說了 只要你認罪毀罪 不再繼續堅持 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思想 你還是有出路的呀 兄弟別說了 這是兩碼事 要是作為你的新生 我謝謝那孫主任 而作為三民主義者 我只有為總裁取義成人 你 你這是自取滅亡啊 你你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那個什麼總裁 還有國民黨 在大陸那完全已經失敗了 他們他們現在都躲到台灣去了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 就在於不堅定分子太多 取義成人者太少 當國民難時 先有以命相搏 以血濟齊者 不對 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 就在於他失去了民心民意 哥 用你的命 用你的血 去為他們陪葬 這太不值得了呀 哥 你得醒悟了呀 好了 你走吧 別忘了 要替我謝謝那個孫主任 同志們 請跟我把這些聲詞念一遍 領導 領導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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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 利益 再來一遍 領導 解放 解放 利益 利益 這幾個詞組是我們經常要用的 我希望大家不僅認識 而且還要能夠默寫 這些都是我們新學的 請大家一定要記住 這些詞看起來是新的 其實都是我們常用的 不要把它孤立地記 最好是形象地記住它 劉村義同學 到 請你上來把人名和隊伍兩個詞 默寫一遍 好 大偉 別一天到晚的愁眉苦臉的 過去你養活媽 養活兩個妹妹 現在呢 我們養活你也是應該的 再說了 你這也是一時的受點難 將來呢 能找個體面的事做 還不是很容易的 現在有幾個像你這樣的大學生 你就說那個小慧他才是個高中生 他就去教劉團長這樣的解放軍大幹部 媽 你別說了好不好 我煩 煩什麼煩呢 都解放了 日子好過多了 媽呀 笑都來不及 娘還煩呢 你們解放了 我可倒楣了 你們過上好日子了 我連一天好日子也沒過過 那都是你自己作的 你要是不瞎作 你六叔能開除你嗎 六叔 要不是有這麼個不講情面的六叔 擋我的道 我現在還不 媽 這共產黨的官我是當不上了 咱們發財行不行啊 發什麼財啊 你又想什麼歪主意了 我想了好幾天了 媽 我想和沐月文接次婚好不好 什麼 你要和陳孟雄的三娘結婚 你又要做了什麼孽 這都是劉存義在課堂上吃的 包括正維 這只是他今天上課吃的 以前我沒注意收集 王館長 你為什麼不踹他呢 正維 您開玩笑了 說歸說我真敢踹他 走 跟我上學校 是 老孫 你注意點態度 媽 建川是我叫來的 要是建川也說服不了你 那我就把你六叔請來 我得問問他 這新社會了 人民政府還讓不讓你這麼瞎做 媽 你別吵了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不光是為了錢 我也是為了還沐月文一份情 你真的和沐月文有感情嗎 我聽陳芬說 你一直在追柳如花 我和沐月文有沒有感情 我也說不清 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 可這人情我欠了不少 我花他的錢 那海了去了 不說上大學 這亂花的也花了不少 建川 你是我妹夫 不是外人 我跟你說實話 沐月文身體一直不好 說過去不知哪一會兒 我答應跟她結婚 一來隨了她的心願 二來還了她的情 三來她一死 從大城公司分過來的錢財 就到了我的手裡 我有了錢 再和柳如花結婚也不遲 你沒有想過 好好給她治病 讓她多活幾年 就你這種想法 你還敢說和她有感情 程偉 我的看法和媽一樣 你別作孽了 現在畢竟解放了 你在舊社會學來的那一套 行不通了 不管你有多生氣 我都得說 從現在開始 你首先得學會在新社會好好做人 不能老動這些歪心思了 再說了 那沐月文比你大十歲 就算你們倆有什麼真感情 你也不能娶她做媳婦 她是人家的姨太太 又是結了婚的 你丟起這個臉 我和你六叔丟不起這個臉 媽 你現在想到她比我大十歲了 想給你們丟臉了 當初她跟我上大學的時候 你咋沒想到 咱不欠人家的情嗎 全國都解放了 她沐月文咋就不能解放一回 舊社會她做陳家的小老婆 這新社會還讓她為陳家守劫嗎 我六叔不講良心 我孫成為可不能不講良心 我現在想清楚了 我和沐月文還是有感情的 我非跟她接一次婚不可 老天爺